这个E-Day的函数,我们把这个北京奥运日期改一下,改成那个巴西的那个 这个李渊泽链鲁的这个 2016的85号 那如果说我今天呢 我要计算这个地方有几个 第一个就是奥运当天,那当天的话你就直接给他一个等 等于的话呢,直接什么,指向的是这个这个指寸格 直接打勾就可以 那前三个月跟后三个月是哪一天呢 其实我们这边可以用一个叫做E-Day的函数 那特别注意,就是说E-Day的这个函数 比较特殊就是说,如果你用的是2003 2003的那个E-Sale的话呢 那特别注意,必须要在什么呢 在那个分析工具箱里面的争议 你必须要,争议期里面要必须要新增 才会有这一个E-Day的这个函数 因为它等于是外挂进来的 如果你在2007以后的版本,它已经把它预先加进来了 所以不需要再到什么分析工具箱里面去找 内建就有了 那这里的话,比如说我今天想要知道 这个奥运的后三个月是哪一天 那你可以直接用E-Day 那你直接可以用哪一个呢 用日期及时间这里往下找 这个预设就已经有了 不需要在争议期里面找 按一个确定之后的话 那各位可以看到 如果Star Day的话,只向这一个储存歌 然后呢几个月 实际上重点在这里 就是说呢,你要去找到几个月之后的话 你可以不需要用Mans 你直接怎么样呢? 这个地方就指向3 增加3就可以了,按确定 它就可以告诉你三个月之后的日期 然后呢,前三个月的话怎么表示呢? 这个地方的话呢,也一样用E-Date 这个E-Date 然后呢,按一个确定之后的话 日期一样指向这里 那前三个月就是什么呢? -3就可以了,按一个确定 那利用E-Date来做那个日期查询 其实非常的好用 E-Date OK,那再来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Week-Date Week-Date部分呢 特别注意Week-Date这个地方 星期几 比如说这个日期 到底是星期几的话 那我们应该怎么查询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第一个呢 我们在星期几这个地方 在结果这个地方 查入一个日期时间里面 找到那个Week-Date Week-Date 然后Week-Date 按确定之后 那特别注意Week-Date 按确定之后 我给它一个什么呢? 给它一个日期 它会Return回来